到底定案了沒有 是不是真正就延長一年 部長 這第一個 是不是 應該就定案了 那你為什麼今天來呢 一拿起麥克風 就先DIS國防部長邱國正 因為前一天總統拍板 兵役延長一年 為了求在野立委支持 邱國正中午帶隊到各黨團拜會 還宣布這個重磅消息 我們知道有些女性同仁 她非有意願要加入的教授 明年我們四代 小規模的 就一個排大幾十個人的 國家狀況好的話 第二季變成一個連 連女性都想到了 要證明國防部面面俱到 有立委就質疑 提高義務役薪資到 26307元 根據國安會的算法 113年高中畢業 就會來服兵役大約9000多人 會增加21億的支出 到了118年 大約會有5萬名義務役 支出就會多160億 這錢要從哪裡來 這個錢可以從我們平常的這個年度去變的 要所耗的心肺當中來預支 強調連預算都跟主計總處討論過了 錢不是問題 只是在前一天總統宣布延長兵役後 HIT隨即發文說歡迎台灣徵兵制改革 就被立委質疑是不是受到美方的壓力 我個人沒有受到美方壓力 美方怎麼可能給我壓力 國家為上 不會受到外國的任何一個支配 說自己心裡只有中華民國 卻被在野黨立委算 你在第一線站 自家立委卻在扯後腿 今天如果我是你啊 我就辭職了 居然執政黨的立委把我打槍 還拉下來審查 下台是必然的吧 我們都很坦然 但是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 跟我談這個問題 你第一個 像說來是偶然 去世必然 邱國鎮笑笑看待 但要選舉的立委們 可不打算笑看兵役延長的問題 TVB的新聞 陳盛維的綠泉 韋家寫三句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